欢迎来到共享经济时代 这个你动动手指就能够拼车上路 旅游借宿 联合办公的美好世界 但在一次崩溃的搬家打包经历后 我开始希望自己的衣橱也能通过共享的方式 来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共享衣橱在美国并不算新鲜 09年就有两个哈佛NBA奉起百万年薪 做了一个租赁高端礼服的Render Runway 它操作起来是这样的 你登陆网站看中一个叫不出名字的高端裙子 你支付零售价的七分之一 包油包干洗顺便上了衣服破整写 你赞叹一下美的金融保险业之先进 然后收到包裹穿了四天偷了照片 你赞叹这么美好的世界 用90刀就收获了朋友圈100个赞 还有给你有限的衣橱谈了个地方 商家也默默地笑了 这条零售价800刀的裙子 三分之一的价格拿来七分之一的价格租出 虽然租出一次就要烧掉运营人工包装清洗成本31刀 但何再来次次就回本 想想也是不错呢 于是Render Runway在哀鸿遍影的Fashion创业圈高歌挺进第七个年头 并预计在今年突破1亿美元流水大关 丹纳还只是美帝的玩法 听说国内近期也有了类似的玩家 但本土化为日常着装 采用包月形式 每次可选择三到四件 一个月内无限次更换 那么共享衣橱是否能够情怀落地 成为下一个主流的共享生活方式 我邀请了四个职业 体型 时尚风格 各不同的女性朋友 开始了这一次体验 我叫小白 超小鸡 我是Cherry 我叫Leslie 因为共享衣橱我也有之前关注过 平时很少穿到的衣服 应该会有苏力 资源合理利用吧 然后像美国的话 可能他会出一些比较正式的服装 然后所以可能Render Runway那种类型的 有些衣服穿了一季两季就不要了 也挺可惜的 我是那个微胖界的代表 我穿深色比较多 因为买这种颜色衣服不太会失手 特别人就是最后买到后来 就是衣橱的衣服都差不多 找到一个很喜欢的衣服之后 我就会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 比我一世的 基于这一点的话 我还挺期待共享衣橱的 在我懒惰的基础上 给我更多的选择 Oh my god What should I 循环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比自己买来更划算 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关键款式 觉得都是M的 我怕穿不下 重要还是要就是彰显自己的优点 最小的胸大 Yay 我最喜欢收包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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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衣服装成什么样 NBOX Nice 有一个他们的介绍 教你如何 归环已经穿过的衣服 和一些其他的须知 然后整个包装是这样 打开以后 哇 好美哦 就跟穿了 哇 好酷哦 你这是冬天穿的吗 搞不好 好美哦 质感好好没有想到 原体酷 对啊 我从来没穿过原体酷 所以我觉得 妻衣最好一个就是可以尝试 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好像是洗锅的 不知道能不能 pull it off 这是我选的第一件 第二件是个新冷淡的 COS 一个Polo 我如果是在不知道 这是别人穿过的衣服的情况下 我也不一定看得出 但是好像 告诉我了 我心里总有点 小想法啊 包装的还蛮 蛮好看的 感觉很香 但是有点担心自己穿不上 哎呀 这件衣服我还蛮喜欢 但我觉得好透 百折裙 这件的花纹 比我想象中好像要 艳丽一些嘛 那个图上没有那么花的 这件衣服才有腰 对 我说我要为 创业公司的女性 真光天才 一 我是桃包卖家秀 五分钟 啊 不穿bra的时候 好像充满了火力啊 正在那个 网上看到的 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想到它的质感 居然这么好 有点合身啊 通通的设计啊 有点小性感 其实其实不太会尝试 这样的风格 屋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屎门先生们 欢迎去做粉丝航班 没得见江东特朗了 后马 看见那个带吗 他在网上选赛 当然可能淘宝购物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就这个明显 大了很多 这个两个都穿出去的之后 终于我觉得 找到了真爱 非常幸运的 它很合身 就感觉它就 designed to be my dress 就像拆礼物一样 这个东西你可能喜欢 可能不喜欢 但是那个惊喜 首先你就很饮着 就是有一半是试着好玩的 还有一半感觉是可以出街的 如果愿意干洗衣服 不要那么借钱的话 其实 找这个东西 你不用洗衣服还挺方便的 主要看我喜欢 我觉得价格这个我还挺flashable 花一两千差不多 我还是蛮喜欢常常买衣服的 小量多四小不快走 就是这一 可能就几百块吧 个人的消费习惯 更倾向于单品 就是也许贵一点 但是不会买那么多 然后我觉得 我可能会比较担心 清洁这一项 因为它是寄过来的时候说是 别人穿过 但是它是清洁好的 然后我们也不用洗 就可以直接还回去 所以比较吃的那些身材比较好 喜欢常见的我们要玩 我们现在渐渐地在往 从拥有权到使用权的这么一个转变上 所以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趋势 只不过大家可能会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趋势 H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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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ha